好 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上次我们布置的作文 我值得学习的好朋友 有三位同学写得特别好 秦明月 赵晴 还有王雅杰 我们赵丽呢让他们读一下 大家好好学习 秦明月 你先来 老师 我嗓子有点疼 好 那你给我 我来读 我值得学习的好朋友 遇到他的那天 我并没有觉得 这一天与其他的任何一天 有什么不同 我像往常一样 背着书包去上学的路上 经过那天 长满了曼腾植物的绿墙 那天 与其他的任何一天 都不同 因为我被坏人欺负的时候 一个人为我挺身而出 李静静 李静静 生一天气了不至于啊 怎么不至于 换你你不生气啊 哎呀我就是 一个人为我挺身而出 大喊警察来了 别让他们跑了 两个坏蛋下的溜之大紧 那我小哥呢 那我呢 就我哥一个人为你挺身而出 那我们俩呢 不不不 写作文嘛 我又不能写打架 都 就林修那段最好写了 我一个人就在秋千上 伤心地哭着 她的温暖 就像温柔的溪流 抵挡着我的心 像阳光照耀着你 不 那一刻我觉得 她在挖锅 忽然 夸张嘛 比喻嘛 作文惯用的生死手法 你懂的 我不懂 反正对于你 直接跳过我和我小哥 学习我哥的做法 我非常不高兴 你是不是觉得 我成绩不好 不值得你学习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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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我下次一定单独嫌你 真的 真的 只有你 我还看你表现 李建建 你等会儿见到你小哥 还有你哥能不能 这事就别提了 我才不会说呢 说了我小哥得气死 明明是他帮的你 好好好 我们去跟他们庆祝去 走啦 下次 只有我 好 来 庆祝我们家灿灿 进入前五名 好 来 咖啡 来 太高兴了 妈 我这才进了前五 万一我要是学不上 不可能 其他四个女生 妈早就打听过了 有三个不如你漂亮 最漂亮那个呢 没演过戏 没经验 来 就连人家选角的副导演都说 周导演最后肯定会选你 你说人家的眼光能出错吗 对啊 你从小演电影电视剧肯定行 爸爸相信你 对啊 要有信心 相信你 我一定努力 好 来 你说我做梦都没想到 有今天啊 你看 你外公家穷 你爷爷家也穷 你爸跟我呢 也没读过什么书 妈在超市当收益 你爸爸呢 出大车跑货运 这一出门啊 就是好几天 妈总担心他出事 要不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有剧组去你们班选小演员啊 我们怎么知道 还有今天这样的出路啊 是不是 是啊 这叫逮竹粗好损啊 还是你妈妈有能耐 生了你这个漂亮 聪明的女儿 刚吃点 宝贝啊 以后啊 我跟你爸可就全指望你了 妈给你当晋纪人 你爸呢 就在家 把家照顾好 没问题 以后我们俩 就天天围着你转 放心吧 爸妈 等以后我要成了大明星 你们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我顾两个保姆在家 专门照顾你们 你们就等着享福吧 爸爸就等着享女儿的轻福了 来来来 喝 好嘞 好 您好 你们今天鲁鱼 谢谢 好好好 往这儿 往这儿 来 谢谢 请慢用 嗯 您好 你们点的清蒸鲁鱼 谢谢 谢谢 请慢用 这就是你们班 你说 明明行啊 那怎么了 嘘 憋死我了 一直等到陶老师他秘密家吃完饭走了 我才本身错误 我是觉得他假 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假 连自己爸妈去干什么的 他都杀了 但是觉得自己的父母很丢人吗 就是 有必要吗 你们一直在隔壁偷听我们说话 你们一直在隔壁偷听我们说话 你们都听到什么了 你们都听到什么了 什么都没听到 我没听到 没听到 我告诉你们 你们去学校乱说话诋毁我也没有用的 没有人会相信你们的 怎么是乱说呢 说实话也不能叫诋毁 顶多就是嚼舌根嘛 撒谎还这么凶 谁撒谎了 我爸在迦乐府的工作 那不是世界五百强啊 我爸做运输的 那不是物流生意啊 那别人误会了 我有什么办法啊 也对啊 对啊 那没事了 我们走了 拜拜 谁让你们走了 你要干嘛呀唐老师 灭口啊 反正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不许跟我乱说 你们要乱说的话 你们就死定了 我真是有 你以为你真的是明星啊 是因为你说你是个破事的 我李洁洁真的是推出江湖 和你脚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居然有一个当面威胁我 我告诉你别比我动手 上次被我打的人 现在腿脚还不利索呢 你要表示 你别打他脸 他还心情呢 反正我 我告诉你们 我警官过你们了 不许乱说 我 我看你们表现 不许乱说 你别打电话 我就打他的脸 你别打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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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啥 没想到 太倒霉了 抓个圣证 你尿白别啊你 无许和开真的 打者 有网友 关葬 给警卧 搞 走 拿个 不要乱说 你会把冰箱乱吃